设置网络连接成功之后, 这里有个APP的按钮。 按入去应用页面。 下面这里有个APP叫做TV Box, 就可以看到电视和电视剧。 第一次是拾得久一点,拾好就不会那么慢。 这里可以选电影和电视剧。 我们选一出《新闻女王》看看吧。 就能看到。 退回出去看看如何可以看到电视台。 要看电视台就是去选这个直播这一道。 按入去。 第一次设置,有可能要选线路。 设定了之后,以后就不需要再选的啦。 任意选一个线路选到正确的线路为止。 按摇控器的中间这一粒仔, 就会弹个menu出来。 例如,要选飞翠台。 你见到由上个这里, 就有个线路不断跳转, 去找容易connect到的线路去连接。 如果你知道哪个线路是你家里很快load到, 你可以按左右键去switch来选线路。 那这里飞翠台有12条线路选啦。 可以去看一下其他港台的。 选定了那条线路路选到, 下次就会直接连接这条线路的啦。 下一次进来就不再需要选的啦。 即是好像刚才选了翡翠台的线路8。 再次选择,TVB就会直接连接线路8啦。 另外,去FiveX页面, 另外有一个APP都可以看到TVB的, 就是这个我一帆, 那进去看一看。 它这里有个电视直播的选项。 进去电视直播, 你按到最底就会找到TVB啦。 回收市民捐赠的学文医。 什么? 星期一至三晚10点45分, 起出台。 是, 筹券。 这个APP都有其他电视剧和电影看的, 但是因为是会员制的, 所以有一部分的电视和电影是免费, 有一部分是要付费的。 如果你不想付钱, 可以去回之前介绍的TVBox那里。 TVBox就是完全不需要付费的。 包罗了大部分的电视电影的啦。 这条视频希望帮到大家。 多谢大家支持。